这几个星座最近都帮不住了 一个是天蝎 一个是水瓶 一个是金牛 一个是狮子 就很多人过来问我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今今现在遇到了一些矛盾 它会不会波及到我 它会不会给我带来 怎么怎么样的损失 我是正面纲呢 还是认怂呢 就不管你现在发生了什么 只要你的盘里面 有主星或者四周 它落进了 天蝎水瓶 狮子金牛 这么几个那么统一 告诉你们不要躲 不要想着去转移矛盾 不要想着去敷衍过去 就你们当下的问题 只能去直面 你要是有资源和能力的优势 绝对是要去正面纲的 你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而且要做好牺牲掉 情面的准备 但如果说你本身 就是不占优势的人 比如说你之前 你就是做错了 你就是违规了 这种时候 你只能等着被清算 你的任何的侥幸 任何的狡辩 都会给你最佳一等 就这种形象 它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曾经的问题 你是要拿出来 在这个时候进行审判的 之前埋起来的那种 见不得光的东西 或者说潜在的一些危险 这段时间 你就不得不曝光出来了 有的人他就是 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 来问我 就好像说 想从我的嘴里 得到某一种特许 这个我真的是做不到的 我只能说告诉你 这段时间 你要学会的是 火星的那种勇敢 那种坦荡 就差不多到23号的样子吧 就这种冲击会 有所缓解 最多有的人 到27号这一天 还是需要去做一个了断 至于这种问题 怎么转啊 有一些小秒招 在11月的运势里面 已经提到过了 可供参考 不过冰冻三尺飞 一日之寒 希望你们都能够 勇敢闯关 每个人的清盘都不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 后台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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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